表情痛苦跪在地上 被圓警反制 白衣男還在大小聲 不斷抵抗 不服盤查 警方大動作抓人 因為在他的口袋 發現一把折疊刀 幾分鐘前走下樓梯 腰間露出刀柄 馬上被圓警攔下 男子心虛揮手反抗 警方眼見人多勢眾 趕緊噴辣椒水 制止衝突過大 KTV亂鬥發生在30號凌晨 在五樓唱歌的帶頭 張信男子 聽說在三樓唱歌的朋友 在一樓吵架 要去支援 走到一樓卻發現烏龍一場 但剛好圓警接獲報案 趕到現場 其中一名圓警發現 眼前這名男子的腰間 藏了一把刀 當場要求盤查 確鑿拒絕 因此爆發衝突 要盤查他的時候 他拒絕受險 那有人在旁叫囂推擠 那同仁制止無效之後 才被迫失以辣椒噴霧器 使用辣椒水即刻壓制衝突 只看到原本凶神惡煞的黑衣人 全部一哄而散 其中還有人受不了辣度 痛苦捂著臉 其他人也不知倒地 半夜接獲報案 KTV又有人要打架鬧事 趕緊出動二十六名快打部隊 加上鷹眼圓警揪出扼殺藏刀 才沒有讓衝突持續過大 記者劉士維里玉海岸新北報導 唱 communicatus juvenile ous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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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